炮火不断朝海面发射 中共解放军先前军演 释出影片恫吓意味浓厚 如今又在沿海建立新营区 两岸只相隔一个海峡 就有军事研究者发现 中国兴建营区几乎只在金门隔壁 炮火若一触即发 恐怕成为首要目标 解放军在泉州的深城村和延峰村 沿海兴建两个圆火营区 2023年底已经完工 而延峰村距离金门只有约15公里 距离台湾中部的直线距离 最近只有190公里 至于共军新营区 有网友分析深城村大约有10个车库 平均长约100公尺 宽约20公尺 还曾用纺织厂为整补点 很有可能长期进驻连击兵力 距离金门较近的延峰村判断有8个大型车库 平均长约77公尺 宽约20公尺 不过为何要在沿海兴建部队 专家也对此分析 所谓的传统的多管火箭的这种改进改良版 也就是说它的射程可以更远 也许可以更精准 在离台湾比较近的地方 当然可以有一方面是恐吓台湾 一方面也是告诉美国 就是说他们有具备这个能力 共军援火部队不止台湾全岛都进入弹灼点 连日本东南诸岛都可能打得到 共军部属新营区再对台湾构成威胁 我国国防部也持续强化部队战力 紧盯敌人一举一动